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一个啊,韩国的新闻啊,聊聊轻松的新闻 因为最近韩国大选刚结束嘛,然后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 韩国以后跟中国的未来的走向啊,其实不用担心了,真的不用担心啊 因为韩国离中国太近了呀,大家也得知道韩国这个国家的文化特点 之前跟大家聊了,不管是从经济上,政治上面,包含财阀方面 然后的话利益方面,就跟大家聊,韩国不可能离中国太远 他也不可能离中国太近,但是呢,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啊 就从文化方面,就韩国人方面,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韩国跟中国的关系,以及未来韩国的走向啊 跟大家做个预测呀,然后的话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韩国的一个算是社会新闻吧,那就是韩国的一位网红啊 然后的话跑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战场,然后去参军了 而且还带着一些人,然后带着一些韩国人去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啊 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一定要知道啊,韩国是一个小国 它不是一个大国,而且韩国这个文化呀 非常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因为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韩国最近跟中国发生的一些矛盾啊 就是民间的一些矛盾,基本上都跟文化相关 他把中国的很多的文化当成自己的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了解,他不是真的偷这么 他真把他当自己的呀,你知道吗 帮什么端午节呀,对不对大家所了解的 包含泡菜呀,就那种自大的心态呀 真让很多的中国的网友很难以接受 但是你要去理解他的话 你就得知道他是真把那些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啊 他并不是说把那些东西啊,当成是你传过来的 不管,不去想,也不去听 但是的话就是如此的狭隘,你知道吗 就是如此的狭隘,造就了韩国这个民族啊 朝鲜半岛的民族就是如此 为什么他狭隘,就是因为他小 就是因为他小,他弱,他才狭隘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前提啊 为什么他小,他弱,他就要狭隘呢 因为他小,他弱,他希望自己大呀 对不对,他希望他自己强啊 他幻想嘛,大家也都知道啊 那个什么长江以北归韩国 长江以南归越南嘛,对不对 总而言之,这就是这些小国的某种角度来说 是一种悲哀吧 他没有自己很强的一种文化 他只好拿别人的文化来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韩国受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的不是一天两天 对不对,那也不是一年两年 那都是上百年,几百年的历史 都受中国的文化的影响 然后的话,他也被影响了几百年了 但是呢,他不去想以前 他只想这几百年里面 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了 对不对,然后有 因为有了这些东西 我就是强 我就是,我就是那个最厉害的 非常非常的障碍 跟大家聊,就是韩国的网红 去乌克兰这个事情啊 他是在做什么 对不对,大家一定要知道 障碍,他不见得是骗 你知道吗 他真的不是骗 他就是真的是相信 他是为了自由而去的 一定要知道这个呀 为什么韩国人那么相信啊 就笃定的相信民主又自由 因为他现在选择依附了美国嘛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说了 韩国的文化里面有狭隘的一面 然后的话 但是大家也得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世大主义啊 对不对 你要去世大 你就得全身心的投入 这就是韩国 韩国人的一个特点 你要想世大的话 你起码 你得把自己当成那个 大的那个仆从棒 原来对中国也是如此 大家一定要知道 原来对中国也是如此 为什么韩国 然后的话 占了中国的那么多的文化 觉得那是自己的 就因为他觉得我要世大嘛 对不对 中国是那个大国 然后的话 受中国的影响 中国有什么文化 他都要去用 而且他真把那些文化 当成自己的文化呀 对不对 他真把那些元素 当成自己的元素啊 然后只要这样做了 他是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 然后相信我是那个中国的一部分 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 他是真的全身心的投入 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说呢 他也现在 尤其是现在吧 韩国 然后的话 世大主义 侍奉的是那个美国 然后韩国人自然而然 就会有人是这种民主自由 那就是我韩国所要标榜的价值 这个时候乌克兰为了自由而奋战 我就去了乌克兰了 然后真的是丧命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就是韩国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有一个新闻的 那就是韩国的这个牧师 基督教的牧师 跑到阿富汗去传教 他们真的是听着就可笑 你知道吗 然后的话 他真的是很相信这些事情 大家不要以为他们是在作假 他们是在骗人 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把那个上帝的爱 然后传播到中东地区 可是你不知道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教吗 知道但是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做好事情的 结果是一个审判结果的被塔利班扣留了吗 然后被他被塔利班抓住了吗 抓住了好多人的 结果到了最后韩国政府是不允许韩国人往中东那边去跑的 往阿富汗去跑 抓住就罚钱 你知道吗 所以韩国政府到最后立法来禁止这个事情 你就知道韩国的那种狭隘了 但是也要知道 也要知道韩国人那种师大主义对于他们的影响 他们现在贴近了美国 侍奉了美国之后呢 他就把美国的那些价值当成自己的 全新新的投入啊 比如说刚才跟大家说的 就这回去乌克兰 然后的话民主又自由 我去为了自由去奋战了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基督教的牧师 牧师跑到阿富汗去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我去传教了 我真的是相信这一套 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的了 他现在就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一种状态 看清楚韩国这一点 你对于韩国以后的走向 你就有个判断了 知道了吧 而且再跟大家讲一个小例子啊 这之前之前跟大家谈过的 然后的话就是说啊 关于啊 那个什么明末的时候 明末清初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韩国啊 朝鲜半岛 然后那上面的人 然后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那都是大明大明蜀国呀 对不对 我们是大明的子民 然后的话韩国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他所谓的那种传统服饰啊 尤其是南式那种传统服饰 那就是大明的官服啊 对不对 你拿来明朝的官服 当成自己的传统服饰 而且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啊 什么我不换衣冠 对不对 清朝来了 你看起来我到最后是侍奉了清朝 但是我不换掉我大明的衣冠 我这些东西不改 对不对 然后很多的朋友觉得啊 这是韩国 你看有骨气硬气的地方 对不对 你看对于明朝还是一种侍奉 然后到最后啊 打不过清朝 到最后也没有完完全全的低头啊 我穿的都是还是明朝的这个官服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尤其像你看待韩国这种国家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心态去看 刚才跟大家说了狭隘 而且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师大主义 韩国的这种表现 就是说啊 清朝人来了 然后的话 清朝人入官 满族入官了 然后的话 还是不换掉明朝的服饰 你得知道这是一个表象啊 它里边透露出来的意思很有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你看我们是忠的 对不对 我们效忠了是谁 我们就是绝对的忠诚 之前我们效忠了明朝了 你看一看我们穿的衣服啊 也是明朝的 然后的话 你清朝来了啊 我也得穿明朝的 我是忠诚的 如果说你清朝 现在让我 让我朝鲜半岛的这些人 全部都低头了 然后的话 我效忠于你清朝 你就不会怀疑我的忠诚度 大家明白吗 因为他向清朝人展示了啊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效忠的 那么一个 那么一 那么一群人 然后的话 然后呢 现在我效忠你清朝了 你就不会怀疑我 如果你清朝人来了 我马上把衣服一脱 换成你清朝的服饰 然后的话 那你可能怀疑我的忠诚度 对不对 那你如果怀疑我的忠诚度了 那可能我就很难生存的下去了 世大主义 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总而言之 大家看待朝鲜半岛上面的这些 这些尤其是韩国的文化吧 你不能脱离开这两点 然后世大主义 对于他整个民族的影响 而且他的狭隘 而且他的世代主义啊 带来的那种 就比如说啊 把他那个 侍奉的那个大国上面的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东西都当成自己的文化 然后你从这一点看 你就能明白韩国 大家了解了这个基础之后 咱们往后去聊 就是说刚才跟大家说的啊 我们来判断一下 就中国跟韩国以后会走 走往哪个方向 很多的朋友担心吧 就是隐序业上台之后啊 然后的话 韩国这个整个风向会不会变呢 我跟大家说 不要担心 不会有大变化的 然后你从文化上来看 你都能明白这个事情 怎么样来看呢 中国 大家对于中国有没有信心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如何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对于现在的发展 起码还算是比较有信心的 不管是中美博弈啊 中国撑住了 还是现在这个疫情 中国又撑住了 包含现在世界的大局势啊 大变化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中国占的位置 也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 往后的发展 如果没有大变化的话 中国往上去走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对吧 而且我之前跟大家也说过 中国现在的一个目的 就是把美国挤出亚洲 而且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小了 对不对 东南亚 你看看美国进得来吗 对不对 好像最近啊 那个美国说了 我要去跟东南亚开峰会 大家看了 美国碰了一鼻子灰 人家东南亚的其他的国家说了 哎 我来不了 来不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间啊 时间不合适 但是问题是 不管时间和不合适 那也都是20多天之后的事情啊 对不对 现在有 大家能够感觉到什么呢 就是说 东南亚这些国家 根本就不想配合美国人 你知道吗 如果说 东南亚这些国家 跟美国的依赖程度特别高的话 美国提前两天说 东南亚这些国家 都会跟美国来开会 大家明白吗 因为得罪不了啊 对不对 利益绑定的特别紧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得罪美国人 但是美国对于东南亚来说 没有那么重要 你知道吗 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 告诉美国人的是时间对不上 你知道吗 告诉美国人的这个话是啊 我时间对不上 我可能来不了 但是背地里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不想跟你美国人来谈 你知道吗 你美国不重要 总而言之 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大家看到了啊 那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呢 咱们看一看中亚 咱们看看西亚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如何呢 对不对 然后美啊 拜登啊 打电话啊 那个沙特的老爷子在不在 人不接 阿联酋的老爷子在不在 不接 中亚呢 就更不要提了 然后的话 西亚 中亚 然后的话 东亚 咱们再说一说东亚 东亚就剩日本和韩国了 对不对 整体趋势都在变化 整体都在改 然后的话 如果说中国持续往上去走 亚洲啊 这样的急剧的变化当中 然后的话 那咱们看一看韩国 对不对 韩国可能还会 再跟中国啊 死硬猛 猛磕一顿 就像现在隐医院上台 然后民间的文化 跟中国还在死磕 就像什么的 就像明末 对不对 明朝快完了 明朝都不行了 韩国跟清朝还在死磕 就像明末 他会死磕 但是如果他转向的话 他就跟你死心塌地 这就是世大主义 而且他必须还得让你相信 他是忠诚的 对不对 然后我那个什么 美国现在不行了 我要改忠于你的话 但是的话 我得让你让你相信我 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忠诚的 我得给你找点事 知道吗 我得给你死磕一下 就像清朝人来了之后 还得非得穿明朝官服 同样的道理 但是能够从这一点看 如果说我们以后 越来越往上走的话 越来越往前去走的话 韩国这个事情不是事情 他要转向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 能吓着你 我跟你讲 他对于你开始释放的时候 他能吓着你 你知道吗 你就看一看 现在韩国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 你就知道了 然后的话 这个是我们韩国的 那个是我们韩国的 韩服就是韩国的 给你搞这些 其实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被 他的世大主义 被大国所影响的 而且他把那些东西 真当成自己的了 只不过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附属国 你是被你的大国 当时的中国影响的 可是呢 人家不去想 人家不去想 他不是不知道 他只是不去想 他只是觉得 我那个时候啊 弱 我那个时候侍奉大国 然后的话 大国给的东西 都是好的 穿到我身上 那就是我的 我就跟大国一样了 这就是韩国 知道了吧 总而言之 未来会如何呢 未来大家不要去担心 如果说中国持续往上去走的话 韩国就跑不了 两国的关系 不会差到哪里去 归根结底 还一个原因 之前跟大家说了 离得太近嘛 对不对 两个国家离得太近 文化也近 然后的话距离也近 韩国跑不到哪里去的 然后而且韩国就算配合美国人 他能做什么呢 你再给我弄一套萨德来 对不对 韩国最最大了 再弄一套萨德来 对不对 再扩大 然后的话呢 中国要收拾韩国的时候 韩国的这帮财阀 撑不撑得住 对不对 然后韩国的财阀弱了 韩国的整体经济不行了 那我们周边的这个国家 是不是转向的速度会更快呢 总而言之 这些东西啊 咱们慢慢看 归根结底啊 归根结底 大家看这些问题 要记录一点 就是我们会不会好 咱们先不要管其他人 先关心自己 我们会不会好 如果你对于这个东西 有判断的话 你对于很多的问题 不会有 不会有犹豫的 不会有纠结的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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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